破甲流向羽真强,巅峰赛1715分,细节一推四,拿下MVP。 所以说项驴打对抗路属实不容易啊,这一局跟我兑现的是菊又金呢?还是牛邦呢?他们两个人都带的是乘戒,牛邦,我看见他了,他吃河线,咱不管他,咱干扰他一波,让他回线上的速度减慢,让他少吃一个兵,但是没有成功,牛邦的话,咱基本上杀不死的,所以说咱出了鞋子啊, 牛走起来,中路这边还没机会,啊,一推,推两个二技能,哎,刀,可惜这个时候队友不在附近,这样的话就快速回线上,你看牛邦的速度也是很快啊,他也在这边,他跟我的想法难道是一样的吗?他想的是,啊,这个项驴我杀不掉他,我得去游走,呵呵呵,那咱们两个人简直就是不谋而, 儿童啊,可以的,可以的,兄弟,这边,冰线清完啊,他消失啊,兄弟们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既然消失了,就得给一个信号,对不对?啊,这边消耗他一下,哎呀,有人,这边咱利用墙,闪现上去啊,这样的闪现也是一个细节啊, 你要是直接往前面跑的话,闪现的话,可能会被抓死啊,隔墙散的话,距离要长一点,橘友金还对我有想法啊,那我这边就不回去了啊, 因为这个,看能不能把橘友金杀掉,嗯,算了,算了,算了,我追不到了,追不到了,还是把兵线收掉到四级啊,刘邦不在啊,咱再请一波兵线,然后可以考虑一下回家,有的时候啊,这个段位啊,一高了,就不会像钻石菊啊, 啊,嗯,青铜,你们说的青铜菊啊,对不对?那么多啊,激烈的打斗啊,因为对方的人也会玩,不会做特意的啊,让你那个,流破在让你杀,对不对?所以人头比的话就不会那么高啊,看的是什么呀,看的就是运营啊,怎么运营,兵线怎么运营,对吧?好,这边连人带兵,推到之后,拉开, 牛邦啊,他在线上的话,如果我拿他不掉的话啊,他是比我有优势的,知道吧?他如果是队友打架,他能瞬间传送过去啊,咱的话就没有他那么快 这边,下落这边,包了,但是,算了,算了,算了,消失了 嗯,只要不死,把兵线啊,运营好,对不对?你的经济就不会差太多 收完兵赶紧去中路啊,这一边可能要打起来 咱就跑过去啊,得预判,你跑过去,牛邦他,如果说正好传送的话,你也正好能到达现场啊,不会拉扯人家太多,对不对? 打不起来,咱就收兵 收兵一定得快 随时看着这个传送阵啊 哪怕下面一点风吹草动啊,咱就下去,对不对? 下来之后,去中路还是下路,好,下路这边可以的 一个一技能推两个,一个二技能,一个大招啊,双杀 这一波啊,预判的还是没毛病吧,兄弟们 这一波就是一个成功的预定啊,预判 如果说刚刚传下来,没打起来,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那你这样肯定是要过来的啊 不要老是跟啊,这边,哎,我推,推到墙边了,这这这这,就很尴尬 卡墙了,卡墙了,哎,我走,我闪线啊,这个闪线是一定要交的,兄弟们 小伙伴,有小伙伴们就会问,为什么你这样这么多血,还追,就,就,就,交闪线呢? 首先,刘邦这个人啊,他如果说刚刚限制你一秒钟的话,或者两秒钟 这个机器人足够把我打死啊,不要太小看这个发红变狂颜色的机器人啊 他的伤害也是非常高的啊,这都在我小龙的预判之中 刘邦趁我不在啊,带着他一条龙,托我的家,岂有此理 把龙收掉啊 前期的龙的经济很可观啊,一百多 一个人头也才二百块钱 好,这要等什么呢?等他们打起来啊,或者等周回勾 团战必须打起来,咱们再进场 好,这个位置,杀鱼要上了 看见鱼赶到了,好,这个漂亮,一推推四个 一个大招,二技能,A一刀,传不死,传不死,兄弟们 这一波啊,向女永远的神没有毛病嘛 评论区666抠起来啊,在高手啊,往往都是那么一瞬间就发生了啊 不需要啊,太多的打架,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只要关键的时候在 给上控制,给上输出就足以 对吧? 刚刚那个鱼,我看到它的位置,对吧?我也就过去了 如果说刚刚鱼推过去,你没有赶到的话啊,那个鱼绝对是要被激活的 这波团可能还打不赢啊,这就是向女的优势了 他的推能推多人啊,并且二技能也能打多人,并且大招也能控制多人啊 这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这边拆掉一塔之后啊,拆二塔,但是米莱迪过来了啊 那这这,咱这一边就不强求了,把上路兵线再运营一下啊 啊,咱,咱这个十分钟之前,这个对抗路的传送点可以传送下去啊 兄弟们要记住一下,所以说十分钟之前你可以跟上路啊 带线或者干啥,但是不要太过河道啊 没有一塔,他们那个,没有一塔的情况下 诶,柳邦发现我了,我想把他那个等他这波兵,你知道吗 但是人过来抓我,我一个大招二技能,一技能散现啊 对不对,反向走位,这样让我跑了,他们就很气 这一边再反抓一波,但是对方预感到了 那这边的话啊,咱状态不好,回家 不要犹豫啊,不要问为什么 在会玩的眼睛啊,那个人的眼里的话 你这点血就是对方的激活对象啊 不分你是肉啊,还是辅助啊 对吧,他们有的人都是看你的血条来杀你的啊 所以说状态不好就一定要回家 这一边啊,双方,双方四探 开团的话啊,必须得等钟葵或者是杀鱼啊,开 对吧,咱不能先手开,咱先手开的话 除非是对方有抱那个射手和法师啊 失误了,暴露位置了,让我开到了 不然的话不要先手啊 你先手如果说没有开到他们重要的人的啊 那你基本上项女啊,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这也是大家啊,玩项女的一个误区 为什么说啊,我的项女就杀不死人玩不好啊 就是不要出手,出手就必须要把他拉下,知道吗 项女只有一次机会 推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这边看红这边有的人过来啊 鱼过来直接打了,那在这边绕过来 帮他一下 中路兵先到了 鱼又金上了,好 这边打起来了 我推啊,他跳走 哎呀,闪现走 再一个大招啊 再一推,推到两个A一刀啊 往后拉,对不对 非常灵活啊,非常灵活 不太好杀 这个鱼又金啊 这个钟葵啊,又死掉了 钟葵这个英雄啊 想玩好的话并不容易 知道吗 你要一个非常优秀的预判能力啊 不然的话你勾不中人的,知道吧 勾人的同时你还得看地图 队友的位置 你勾过来你打不打得过 对不对 这都是要考虑的事情 好,这边蹲一下鞠又金 推到之后二技能减速 一个大招眩晕A一刀啊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啊 项驴的基本年招就是这样啊 你推到的,推到他的一瞬间 你可以手速快 可以直接大招 也可以像我是先教二技能减速之后 预判到他的位置 大招这样的话能百分之百命中啊 哪怕他说我闪现了 那我再跟一个闪现对不对 这个问题不大 总会没勾到,没勾到 那咱这边开不起来,拉拢吧 对不对 该拉拢还是要拉,拉拢把他们,可以假装拉拢,把他们逼出来 对不对 嗯,干将的火力还是挺猛的啊 打龙,我跟上面看着啊 哎呦,对方出来了人 出来一点了 勾到,好,勾到辅助 那咱就杀辅助,对不对 中奎啊,马可你这个时候大招过来 你就是找死 我再一推,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啊 这一波就非常锐锐啊 对吧 只要中奎勾到人 这个团战我跟你们说就开起来了 团战一旦开起来啊,那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哎,他想杀中奎 中奎闪现拉开 对方死掉四个 这一边就一个牛邦了 那这边可以直接推一个二塔 问题不大,团变 团变啊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死过兄弟们 看我的项女 能玩成小龙这么猥琐啊 就已经很,很棒了兄弟们 所以说你们要学习啊 学习进步 哎,拉开 这个时候啊,不能急了 不能急了,得回家 补一波状态啊 键好就收啊 拆掉中路高地了就可以了 想一波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现在才11分钟 对方的复活时间都特别短 所以说基本上一波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在他们家门口把他们团灭 然后你还有B线啊 这样才有机会 然后再一边啊 直接开龙开龙 对 打不进去 或者是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开龙才是最好的选择啊 一是开龙啊 能让你队友增加收益 二是什么呀 可以把他们人拉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他有的那种人他就会有想法 他就说想看一眼啊 是不是我们在大陆 再看一眼不要紧啊 这一看可能就会开启团战 对不对 好 这边啊 视野 这有个眼把它裁掉啊 下路兵线运营一下 中上下三路兵线推进啊 咱跟中奎尽量跟中奎走 知道吗 他是一个能勾人 然后这边推到菊佑金 我先开往后拉 一个大招先秒掉菊佑金啊 这个团战我来开啊 找到位置之后你也可以开 对不对 这边鱼上了月塔 我这边一个预判闪现 但是没有打断马可的大招啊 这边我肯定是要死了 这个鱼说实话啊 这一边中上路上的是有一点小冲动 有塔 然后对不对 刚刚位置也不太好 我预判马可知道 没预判到 然后大一伞的时候啊 也没有打到他 这样的话啊 刚刚这一波团战 就也还行吧 一换二 对不对 也还行也还行 这样的话啊 只要我们不团灭对方啊 就算打打掉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关系的 他们都不可能赢得了这一把 刚刚这一波让他们损失了两个高利塔 也是可以的啊 鱼说啊 我有苍穹可以打他们 节奏 可以挡他们技能啊 他的意思是吃伤害去 他直接开 这可以的可以的 手速要快的话可以 一技能起手 对不对 然后二技能叉叉叉过去之后 一个大招推三四个 我在街上一推啊 基本上他们就团灭了 菊油筋 菊油筋这边啊 想包一下 但是他反应很快 直接跑了 没有漏视野的时候要注意 好上路两个人漏视野 啃了人都在那边啊 这个时候啊 要小心一下 不要急 好这边等兵线等兵线啊 等兵线 这个时候可以了可以了 找机会 找机会 鱼上啊 兄弟 你不是要吃伤害的吗 呵呵 该你表演了 找机会 找机会 兵线推进来 兵线推进来啊 不要急 这个时候可能一波 等兵线等兵线啊 等兵线啊 哎呀 鱼怎么不上啊 说好的吃 吃伤害的呢 鱼来呀来呀 这兵线过来了 啊 这个时候又打龙去了 你这就相当于拖了一波啊 那这样的话啊 给队友一个心话 别弹等人气 等他打完龙吧 等他打完龙 其实这一波 两路兵线进来啊 鱼上去直接开啊 我在跟上 也不是不能打啊 兄弟们 鱼拿完龙 赶紧过来啊 兄弟 赶紧过来啊 他还要去收一个小野怪 那这边咱再把下路兵线运营一下啊 就等他了 兄弟们 就等他了 他只要过来 咱直接开了 就不管中奎勾不勾了 对不对 你这指望中奎勾人的话啊 那太难了 好 就进这边 快点上啊 快点上 我都等不及了 我去了 好 我还以为他要上 那对方的 刘邦的给大招 好 中奎上了 那这一边 我直接推到两个 一个大招 大三四个啊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直接上就完了 我再推啊 再一个二技能啊 直接防御他 扛不住了 刚刚那一波 早点来 早点就结束了 兄弟们 好 这问题也不大 直接拿下 1728 加15 MVP 你所当然 13.2的评分 20%的成熟伤害 兄弟们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 关注哦